論競音樂的朋友,大家好,我們是WordWordFest,吳京廷 我是邱鋒雜 我是劉軍蛇 我是王偉俊 我是小賴 我是陳尼狗 什麼樣啊? 沒有,因為主要這東西是因為大家認識我們就是從狼人殺開始 然後我覺得月球對狼人來說就是他要變成狼人的話就是要看到這個月球 對,因為你的發音我覺得很喜歡 對,就是要看到這個月球 然後我覺得就是我們想要去朝夢想的地方去的話就是要去到那個月球去嘛 那我們到月球之後在下面為我們加油的人就是這些歌迷粉絲們 然後就是有點大家一起幫忙完成夢想的一個名稱這樣子 對,就是要看到這個月球對狼人來說 身歌畫面其實就是,因為是疫情過後 然後第一次看到粉絲都沒有戴口罩 所以可以看到他們的就是 有一種很久沒有看到我們的那種眼神 所以我們就是在表演的時候就非常的有勁 很投入 然後就覺得很感動 然後就是歌迷朋友非常的熱情 我們被香港的熱情有嚇到 但是是很開心的那一種 對,然後還有什麼特別的 好像就這樣 沒有,我其實很難覺得去講一個moment 因為真的太難忘了 就是演唱會真的 那好玩的時刻過得特別快 但是就是我們團體表演完的時候 我們都有一個共識說覺得 哇,太好玩了 我們希望就是也可以多來這裡表演給大家 沒錯 真的很難去舉出一個moment 我覺得不只是演唱會的時候 比如說像我們這幾天來宣傳 我們都會出去逛街 然後在路上就會遇到很多很熱情的香港粉絲 然後他們就是看到我們就會說 欸,Welcome to Hong Kong 然後很熱情的跟我們 就是甚至告訴我們說哪邊有東西是好吃的 然後可以去哪邊玩 然後找我們合照 然後我們都就是 那個熱情的感受是很直接的 就很開心 其實這一次的澳門的演唱會 其實有一部分也是因為我們香港賣蠻快的 然後發現其實很多人沒有買到票 所以這次來香港宣傳也是來告訴大家說 我們有一個澳門演唱會這個機會 然後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支持 然後來看我們的演唱會這樣子 當然是如果有機會的話當然是很好的 我覺得不管是可能也會以單人的 個人的部分如果新作品我們也有可能會來 但是當然希望下次來的話可以帶著新作品過來 所以我們現在因為我們在忙著籌備新專輯 所以希望不久後可以 像香港演唱會的話 因為我才剛來辦完個人的嘛 然後我也有回去就跟大家說 我覺得你們都要去香港辦一次個人的演唱會 然後他們也都是 就是都有在計畫當中 然後除了個人演唱會以外 我們吳堅禽的演唱會 如果再回到香港 當然也會想要朝更大的場地去完成這樣子 普世蛋塔 大家都會說這是第一個會想到的 因為真的太好吃的那個蛋塔 對啊 然後其實我知道那裡有很多 那個叫什麼 Portrugar的料理 然後有一些像 有一些那個叫什麼 我忘記我吃過的 但是有點像燉飯嗎 都蠻好吃的 焗烤飯 所以我其實這次也如果有機會的話 也想要去多吃 對啊 我們幾個人其實只有小賴 是沒有去過澳門 對 你有沒有期待 在澳門要吃什麼 我什麼都想吃耶 沒有意外 你會不會一直待在賭場 幹嘛 沒事沒事 我剛剛想說 不懂想讓你搭車說 是燉飯 沒有因為我覺得澳門 是只有我沒去過 所以再去澳門 我可能會走訪很多地方 就是我會先上網做一點功課 然後或是集結一些堅果們 澳門的堅果 或是香港堅果的一些 長區 因為之前我發了一個文 有問大家香港有什麼好吃的 然後就有類似那種 呃旅遊的KOL 然後就有來在下面集結一把串 就哪邊好吃哪邊好玩 然後連地址店名都有貼出來 所以我就覺得哇 如果這樣子我們就知道那個玩 就很厲害 所以我覺得各位堅果 或是有在看節目的KOL們 歡迎推薦我們澳門 哪裡有好吃好玩 澳門的堅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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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好像沒看過澳門的堅果 對 還沒看過 我有 我記得香港演唱會好像有一些 澳門的堅果來 對 然後我剛好上次去澳門玩的時候 然後就在路上有遇到澳門的KINGLE 然後他們就很開心 就是他們還有幫我們做那個 有看到澳門 對做那個娃娃 然後就是他們也很熱情啊 然後就是我們他們有發現我們在逛街 也不會要過來打擾我們或什麼的 很棒的粉絲 我覺得一定可以透露的是 絕對會有新歌的表演 那不一定是團體 我們個人都一直在出新歌 所以可能我們會把我們自己的新歌 帶到這個演唱會上 所以那五堅情的部分 其實這次大家來了才能知道吧 我覺得也不能說得太完整 不然來了就沒有驚喜 其實我們在做團體的歌的時候 大部分都會是風澤有一個 大概的一個雛形跟demo 然後他就會丟上群組 然後跟大家說 欸你們覺得這首歌 這個demo怎麼樣啊 然後大家覺得不錯的時候 就會我們就開始往下走 說那分配誰寫詞啊 誰負責什麼 我負責rap啊 然後我們去再後期再到 我們的第六堅情尾紅那邊 然後去錄音 然後完成歌曲這樣子 這是一個通常的方式 我想跟鄭秀文姐姐 My gosh 如果我們兩個有榮幸 就是可以一起唱一首舞曲 我可能會哭喔 就會覺得 天啊 我的天后 然後一起跟我熱舞這樣 就看誰比較辣 反映大家還喜歡這首歌 突然 對 我很期待 有這一天的到來 我的話那我就 因為我最近在聽那個林嘉謙的歌 所以我想說如果 因為他的聲音也很好聽 然後唱書琴歌很好聽啊 沒有沒有 他比較好聽 所以有機會的話 好像也可以合作一下 對 你說未來嗎 未來 嗯 全金字塔桿的吧 金字塔桿 你說埃及風 埃及風 你們之前不是有在講 我ok欸 我之前在研究欸 埃及風 沒有我覺得 我還蠻想 就看看我們能不能做出一些電子樂 電子樂 電子樂 就是那種電子音樂啊 就我很愛啊 我自己個人愛的 你是舞曲嗎 還說是 就是真的是電子音樂 我們上次不是有在聊 MV畫面是什麼 啊 有啦 然後它是什麼 什麼海盜 什麼沙漠 那是每一個人在不同的大場景 然後 要創作出 我們三個在聊的時候 對我們在亂聊 你們沒有聊啊 我們自己聊 我們沒有這段記憶 那你想做什麼 類型的音樂啊 對啊 無堅情未來 未來 全老蛇 好啊 可以 可以啊 你對我們有自信嗎 有啊 但是每個人要自己寫喔 認真你覺得你對誰最沒自信 你最怕誰 其實我覺得應該 因為你們彼此都有 都有唱過啊 其實我沒有 對誰沒有自信 我覺得你們都可以 誰有唱過 誰有唱過 有啊 他有在我 在演唱會唱 Neverland啊 喔喔 對 我忘記了 好 對不起 不要一直自己聊起來喔 你還沒講 不要再自己聊起來 未來的曲風 未來的曲風 五堅情喔 對 嗯 鵝哥吧 鵝哥 哈哈哈哈 欸 如果我們說一首 收到 收到童書裡 對啊 童話故事打開是五堅持音 可以做一個 新的什麼 baby shot 對啊 點閱率全球最高欸 baby wolf baby wolf baby wolf 也太超喜了嗎 這也是超喜 也太超喜了吧 重點是我們有默契 我們一起 我 可以可以可以 你是怕You two 會被他們的 copyright 應該不會 我對五堅情的未來的音樂 我覺得我希望會有未來感的感覺 什麼 未來感 你說那種第五元 藝術家都講 那種 呼吸 我的手的 蜘蛛 呼吸 她累了 她累了 她會這樣子 她累了就是這樣子 對不起 對 靠聽不懂啦 沒關係啦 大家 大家做 對不起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黃文 黃道線 我沒有說錯了 我沒有 她一題我就回答插好爆炒 沒有她有二十題 差點未來題三題 三題 三題 二題 二題 最後了 那可以繼續講 來 未來感 未來感 不要啦 我要再一次 下一題 這是一張有未來感的 這是一張有未來感的 未來會有未來感 年代感 什麼 好不同 又有未來感 又有年代感 完全相反 完全相反 有復古感 有一點成熟 還有一點兒歌 還有一點兒歌 對 減少一點復古 有點埃及 對 我們是用年份去分啦 看到1900年開始唱到200 講認真了啦 真的啦 我們是藝術家 我們會 我們是藝術家 我們的歌曲 很難去用一個曲風 或者氛圍去形容 我們其實 我為什麼會這樣講 就是我覺得專輯裡面的歌 會多元化 所以我們希望就是 各種類型的歌 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多去玩玩看 對 對 一張很雜的專輯啊 很多元 對 好的 7月15呢 首先我們在馬來西亞 月面著陸演唱會 希望大家可以來 另外就是7月22 就在澳門的新場地 澳門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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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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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 7月20號晚上 會在澳門倫敦的人 綜藝館 演唱會 一面做路 親期待 來喔來買票 多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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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另外呢7月22号晚上8点就在澳门 - 好好我讲我讲我讲好来来来 - 我們7月22号晚上8点都会在澳门沦敦人 - 好我真的可以耶 好 我們7月22號晚上8點會在 澳門倫敦人 來 猜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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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笑場 不要講座喔 你笑哭了 澳門倫敦人 這是你的讚 欸 我好壞的面喔 你哭屁啊 你哭臉